有观众因为它获得了观众 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人 我觉得它确实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的现象 因为我觉得评论家把它称之为中国科幻元年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除了获得观众的追捧之外 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中国电影的多元化确实在扩展 过去科幻题材也不是没有 但是没有这么好的制作 没有获得这么多的观众的拥戴 现在综合的叙事水平 制作水平 特效水平都提升了很多 当然我觉得它跟文学有关 也跟刘慈欣老师本身的文学质量也有关 所以电影它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国力实力的一种体现一样 就是中国电影要多元化 就是切记不要跟风 如果明天大家都去拍《歌幻》 说中国一千部电影有九百部式《歌幻》 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我觉得要鼓励新的触角 新的类型 但同时导演自身还是要坚持自我 坚持自己感兴趣的 擅长的 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多元化的局面 百花齐放就是这样形成的